而接近学期尾声 华林市幼儿园小班 特别在4号上午举办了 学习区听看听成果展 透过老师设计了一连串闯关游戏 让孩子们动动小手也动动小脑 把所学应用在游戏当中 而市长为嘉贤也特别前往现场 关心孩子们的学习成果 也一同闯关同乐 小朋友们蹦蹦跳跳 在广场上跟着老师舞动身躯 不少家长也都拿出手机 将小朋友的可爱模样记录下来 4号上午 华林市立幼儿园举办了 小班学习区听看听成果展 透过老师们精心设计的 一连串闯关活动 展现出小班学生 从去年9月入学至今的学习成果 我是很认真没有放水 市长为嘉贤也特别前往现场 关心孩子们的学习成果 也一同闯关同乐 那在我们市立委员 在去年的时候 迎接了小班的孩子进到学校 当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小班的孩子 每一个孩子 只要一进到学校就哭哭闹闹 舍不得跟家长分别 那我们可以看到 到今天每一个孩子 都能够很活泼的 很开心的在学校里面玩耍 然后学习跟成长 那再只要感谢市立委员的 我们教职员 那还有老师的一个付出 让每一个孩子在这段时间有所成长 那今天也是透过活动的方式 让所有的家长看到孩子成长的面向 跟孩子学习的过程里面 所学到的东西 那在此要感谢我们的老师 感谢我们家长的信任 让我们的孩子能够放心的 交给我们花龄市立幼儿园 那我们也欢迎更多未来 想要来念书的孩子们 也可以选择花龄市立幼儿园 我们会努力的来争取更多的资源 改善我们这边的设备 让孩子有更好的学习环境 闯关活动中包括有积木区 生活治理区 语文区 美劳区 数学区 体能区等六大关卡 孩子们在不同项目中尽情发挥 而家长们看见孩子 能独立完成各个关卡 也学习基本的生活治理能力 都十分感动 在一旁忙着用手机捕捉孩子成长的同时 也一同协助闯关 让亲子度过一个愉快的上午 记者 徐立芹 花龄市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